你好 歡迎收看2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魯宇慧 新北宋愛大花蓮 位在新北市的賀盛宮 還有新北市五谷工商婦女協會 27號上午從新北市出發 來到了花蓮捐贈10萬塊錢給花蓮縣內 包括了財團法人花蓮縣施力美輪 啟南發展中心等5家的社福團體 希望可以挹注資源讓愛心延續 社團法人中華賀盛宮愛心協會 以及新北市五谷工商婦女公益推展協會 27日上午從新北市出發 原預計10點半的捐贈活動 因為適逢228廉價車潮拥塞 捐贈活動延遲近一小時才開始 愛心捐款儀式中 捐贈新台幣10萬元 給花蓮縣內財團法人花蓮縣 私立美輪啟能發展中心 花蓮縣大筆大關懷協會 中華民國就是慈善協會 社團法人花蓮縣得利青少年 與兒童家庭關懷協會 以及正德佛堂花蓮分院 附設愛心廚房等五家社福團體 希望能預祝社福團體裁員 讓愛心無限延續 社福單位也致贈感謝狀 給新北市出席單位 並由花蓮縣府秘書長張一華出席見證 藉著長方燕華蓮縮報導